你見過這樣的香港 你也見過這樣的香港 很多千奇百怪的事 真真切切地發生 有人將背叛自己的祖國 當作政治資本來炫耀 有人在宣誓奏職時 上演極盡醜陋的政治表演 有人甚至 黑球愛國對華對港 施壓制裁 正正是這些人 這些根本不愛這個國家 甚至憎恨這個國家 帶來破壞、動盪、恐怖 種種災難的人 逃謀涉具公權 進入特區治理架構 他們有些躲藏在陰暗角落 有些煽動街頭運動 散播港獨主張 抗拒中央管治 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 損害香港市民福祉 我們也想一想 如果任由他們一步步 涉具香港的統治權 如果任由外國勢力干預 香港選舉等政治事務 我們的前景會是怎樣? 香港還會有安寧之一嗎? 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 航運中心地位 還能夠保持嗎? 我們最關注的房屋、 就業等重大民生問題 還能夠有效解決嗎? 一國兩制還能夠順利運作嗎? 他們的所作所為 只會令香港社會 富上沉重代價 不可以任由反中亂港勢力 利用選舉制度的漏洞 扶植、獨化香港社會基理 修改完善選舉制度 迫在眉睫 不可以允許反中亂港分子 掩置香港特區政權 現在不可以 將來都不可以 只有靠愛國者 才能實現港人的福祉 贏得香港的未來 近二十四年前 香港結束百年殖民屈辱 回歸祖國 香港的管治權 亦隨之返回中國人民手中 香港的管治權 只有掌握在愛祖國、愛香港的中國人手裡 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才能夠得到體現 落實愛國者治港 才能夠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得穩、走得遠 不變形、不走仰 香港是我們大家的香港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愛它、護它 希望它未來更好 我們就要記住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應有之義 反中亂港者必須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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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 解釋